早在2017年5月初,日本海上自卫队,曾出动初云号直升机驱逐舰,为背负朝鲜半岛的美军舰艇护航。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不仅一些亚洲国家媒体,指日本此举进一步规避不得拥有航母的限制。 日本国内也有政党表示,初云号为美军舰护航,将会加速东北亚地区的军事紧张,日本将承担卷入战争的风险。 初云号按照日本官方的宣称,是一艘直升机驱逐舰,也就是搭乘直升机的驱逐舰型作战平台。 该型战舰是日本防卫省,在2009年确定,并于2013年8月下水,2015年3月正式服役,造价约1200亿日元。 舰宁初云,为日本古代诸侯国名。 此外,初云号的同级姊妹舰,加贺号,也在2015年下水,并于2017年3月服役。 它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。 初云号名义上叫驱逐舰,实际上是一艘庞然大物。 二战中的驱逐舰排水不过一两千吨,现在各国海军的驱逐舰,最大的也不过万吨左右。 官兵一般一两百人,而初云号长达248米,宽38米。 标准排水一万九千五百吨,满载排水在2.7万吨以上。 官兵950人。 这个块头放在全世界海军舰艇中。 不但比任何重型、轻型驱逐舰,都大了两三倍乃至近十倍。 而且比几乎所有的飞航母战舰都大。 由于现在各国已经没有战列舰了。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号导弹巡洋舰,算是各国水面舰艇中,首屈一指的巨无霸。 可是彼得大帝号,长250米,宽28.5米。 满载排水,两万四千三百吨。 一级是说,初云号说是驱逐舰。 比彼得大帝号这艘巡洋舰,仅仅短两米,却宽了近十米。 满载排水量多三千吨。 事实上,当前全世界排水量比初云号大的战舰,也就只有美军十余艘航空母舰,法国戴高乐号,俄国库茨涅佐夫号,我国辽明舰,印度哥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等总数,不超过二十艘的大中型航空母舰。 一些轻型航母,还比不上初云号。 初云号主发动机,为四台LM2500燃气涡轮机,双轴。 单轴功率为11.2万马力,其最高行速为30节。 电力由LM500燃气涡轮发电机提供,每个机组功率约6000马力。 线上装备了OQQ23收纳系统,OPS50对空搜寻雷达,OPS28对海搜寻雷达和导航雷达。 其中对空搜寻雷达的最大搜索,距离在360公里以上。 初云号拥有一整套完备的卫星资料传输指挥系统,并支援多种与美军相容的资料和通讯系统。 舰上既有本舰的战情中心,CIC,此外还设立了旗舰司令部作战中心,FIC,日本方面将其作为两栖作战从级的指挥中枢。 此外,初云级拥有车辆滚装,ROO甲板,可运在3.5吨级的卡车50辆,并可运在400名陆军士兵。 舰上还可储存3300吨的补给用燃油。 在非常情况下,这艘2万吨的巨舰,可以容纳4000人。 武器装备方面,初云级配备两座海拉姆短程防空导弹系统,以及两座MK-15B-LOCK-1B密极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,都适用于近距离防空,相对于2万吨的庞大舰体。 这点武装又显得太凌弱了些,这并不奇怪。 因为初云号,本来就不是凭借炮火或导弹进行作战的常规水面舰艇。 初云号自身的攻击性火力几乎为零。 防御性火力也很薄弱,依靠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弥补。 它的主要战斗力,在与其搭载的飞机,出云后240多米长的舰身上,修建了几乎等成的直通甲板。 所有的甲板建筑,包括防空系统,都紧密地挤在一侧,为飞机腾出空间。 此外还拥有125米长,21米宽的下甲板机库。 根据日方的设计,初云级能至少搭载20架直升机,主要是FH-60K海鹰反潜直升机。 V-22,鱼鹰轻转旋翼飞机,也是部署的物件之一。 按照日本政府对外公布的材料。 初云号的战斗任务,主要是依靠搭载的十多架反潜飞机,主要是FH-60K海鹰反潜直升机。 进行反潜。 除此之外,初云号担任远良反潜作战编队的旗舰,也可承载对舰队及两栖作战从级的指挥协调。 日本海上自卫队,在2008年设定了较新的舰队编组。 一共设立四个直升机驱逐舰护卫队,和四个防空导弹驱逐舰护卫队。 两俩搭配组成四个护卫队群。 其中,直升机驱逐舰护卫队,是以一艘直升机驱逐舰为核心。 配备一艘宗宙斯盾防空导弹驱逐舰,和两艘通用驱逐舰。 主要执行反潜任务。 编队中,直升机驱逐舰,提供主要反潜力量和协调指挥。 宙斯盾负责为编队防空。 通用驱逐舰则作为对海、对陆的火力输出。 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,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存体系中,所谓直升机航母是从级的核心。 宙斯盾驱逐舰和通用驱逐舰,围绕其展开。 恰如一艘航母编队中的各型舰艇,围绕航母展开一样。 当前日本的四个护卫队群中,便是以四艘新式直升机航母,两艘日向级和两艘初云级为中枢的,初云级负担的作战任务。 首要当然是反潜。 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,海上交通线就是它的生命线。 在二战中,美军对日本航线的截击,导致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军被衰竭,民生凋敝。 而对海上交通线而言,神出鬼没的潜艇,无疑是恐怖的杀手。 日本增强反潜能力,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海路,保障自己的生存。 据称,由于初云号的加入,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的战斗力提升一倍,覆盖的海域也随之增加数倍。 同时,今日的日本仅仅绑在美日同盟的战车之上,与美军配合作战,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我定位的重要设定,也是日本在国际上寻求存在感的不二法门。 由于美军拥有全球举世无双的水面舰艇战力,和强大的宙斯顿防空系统,对美日联盟而言,来自水面舰艇的威胁可能较小。 空中的导弹和飞机,至少能够正面防御。 最头疼的,就是来自水下潜艇的偷袭。 初云舰的反潜能力,无疑是对美军航母编队战力的重要补充。 本次初云号,担任为美军航母编队的不极舰护航的任务,便是这种功能的完美展现。 朝鲜对于美军舰队的威胁,当然是那大批质量低劣的潜艇。 而日本面对这些不上档次的对手,既能起到练兵作用,又能加强日美同盟,顺带着在全世界面前,展现自己舰艇的常态出击。 可谓一举多得,初云号不仅自身具有强大的反潜战力,而且依靠其强大的情报处理和通讯能力,可以担任编队指挥。 在日本自卫队自身体系中,初云号是护卫队群的旗舰,并作为远洋机动编队的指挥舰。 而在日美联合的作战中,初云号可能担任专门反潜作战兵力的旗舰,甚至担任战区反潜的海上指挥中心,指挥,协调其他兵力反潜作战。 另外,初云号是日本护卫队群的航空中枢,不但自身搭载了大量直升机,还具备飞行管制、指控,以及维护保障等功能。 因此,他也能担任指挥协调编队其余舰艇上面舰载直升机的行动,再加上初云号具备的运载能力,以及直升机本身具备的火力支援与兵力投放能力。 他可以为海上行动,提供后勤支援,例如快速投送兵力,指挥和支援岛屿作战,为舰队进行物资和燃料补给等。 他具备的运输能力和后勤能力,还可能参与如救灾、撤侨、人道主义援助等非战斗任务。 在2018年,日本又公布了初云号的改建计划,使其可以搭载F-35战斗机。 战斗力进一步提升。